那今天又来给大家叨叨一下茉莉花了 好多的花肉问我几个问题 他说老花一 怎么买在你们家茉莉花 说是单杆如科 因为你给我多了一根是啥意思 这不节外生根吗 你要了解啊 不论什么花 它都有这种特性 这是它的一个笋枝 尤其是在这个月季上比较常见 这种墙笋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未来你如果说它长得够长够快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这种 单杆如科的棒棒糖去培育的 这就是一个很强的这种枝条 你可以做什么呢 做鸭条可以剪下来做千叉 你如果说看得不顺眼 你也可以剪掉它 如果说你看得顺眼可以留着 留着等长长了以后 像我们一样再剪下来 或者说再做高鸭去做棒棒糖 它就一个新的棒棒糖了 明白了吗 臭宝 所以说不喜欢就剪掉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像上面的这种枝条 你也要记得给它修剪一下臭宝 为啥呢 因为它是顶端开花 过度的长长了以后呢 营养就输送不过来了 所以说大家就得修剪 修剪的时候怎么剪 一个叫掐头 啥叫掐头 你就把这个头给掐了 这叫掐头 还有一个呢叫轻剪 什么叫轻剪呢 就是往下面剪一个叶片 还可以重剪 重点就是再往下剪 往下剪都是下面没有叶片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叫芽点 你只要下面有芽点 那上面你就随便剪 是不是你记住这个事 剪得越狠 活得越稳一点都不假 但是你别给它憋死了 你像我这样从这里给它剪了 那不是扯的吗 是吧 你雷生哥就这样 雷生哥就这样 雷生哥是家里边有钱花 他其他花都不喜欢 就光喜欢有钱花 还有一个点是啥呢 各位臭宝在养护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给出光照 茉莉花还是喜欢光照的 好吧 别的什么大事没有了 刚才被小灰一打岔 忘了一个点想说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1 养花最暖1 对了 嗨 嘿嘿 嘿嘿